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港航港作业的国际轮船商业同业工会等七大工会代表 担心在基隆港嘴盖四街 会影响到基隆港内港稳定度与船舶停扣港的安全 影响基隆港的产业命漫 因此特别到市政府败回基隆市长谢国梁 让市长了解航港界的心声 由于目前国内港口还处于竞争阶段 基隆港一旦有四街的威胁 之后船班可能流到其他的港口 因此基隆在地的港航界非常担心 因为四街东一案的关系 恐怕让基隆港的运输状况一落千丈 没有船班愿意进入基隆港 港航界相关工会理事长来到市政府 拜会基隆市长谢国梁 向市长传达港航界的心声 尤其我们在座的港口代理 港口的钻泄业 港口的一些安排的理货业 因为COVID-19的一些规则 造成成本的增加 人员调度的困难 所以我们经过这三年的困苦以后 现在又要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 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些今天是我们要来跟市长成型的地方 不要让基隆港几百年以上的天然两港 消失于无形 让这些港口靠港口营运为生的 这所有的这些朋友 大家陷入困苦的境界 而针对台电提出四接东移操船模拟结果 第三方验证会议 但港航界认为台电方面避重就轻 没有反映真实的现况 假如西洋黄波迪拆持100公尺的话 不只是LNG船的一个要进港会发生困难 就一般的常态船都会有进港的一个危险 那假如说它是西洋黄波迪前差230公尺的话 那又会造成说 基隆港内的一个静稳度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在港内的静稳度 它就不会平稳了 但你想刚才我们李理事长也强调到 基隆港是一个天然的两港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对很多船舶的一个避风港 但假如说因为静稳度不够 不要讲台风时期或者像极端气候的一个影响 就像平常时候它船舶都起伏会一公尺以上 摇摇放放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船舶的装卸 甚至会发生一个断然的危险 那我们要试问台电呢 这个他有没有讲出来呢 不能一直在避重就轻 不只一直在轻描淡写 因为台电有讲到 我们不会影响基隆太多 我们只会一年24条船 那我们想要请问你一下 你一年24条船 那你的战有力不高 使用力不高的话 那为什么不要跟其他的天然气 接收站来整合呢 为什么非要在基隆港外海来做呢 因为你闲置力很高 而且会对基隆港有这么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还请问他 那假如2050年近零碳排放的话 你台电能确保那时候的政府 他不会不使用LNG吗 那你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吗 那只为了短短 因为我问过台电 假如说目前允许来做 到做好要32年 2032 那到205年短短18年期间 假如那时候全国认为极端气候影响 大家要求全部禁零碳排放的时候 那未来的那个政府 那时的政府他觉得说 我也要禁零碳排放 但是你已经把基隆港 已经在外面建设了这个接收站了 那基隆港已经被你破坏的 已经资理 已经不能伤害自身的话 那你那个也不能使用 那我们问你 这个比例的原则在哪里 这些年基隆港 从有台北港的人工港 以后 基隆港的船舶靠岸又减少很多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基隆呢 几乎很多是靠基隆港 在维生的 有几万人 那么从业务量的减少 到最近世界的问题呢 又会影响船舶的靠岸 跟船舶航行的安全 那么今天如果因为世界的关系 瓦斯船在这边进进出出呢 影响我们船舶的停泊 那么几万靠港营生的这些老百姓呢 那又要将如何的去过日子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来拜访市长的请求市长 能够照顾靠基隆港营生的这些老百姓 目前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后 经济已经明显受伤 如果再加上四街的威胁 基隆港的整体风险势必提高 会不会影响到后续传奇的安排 有待密切的观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对于基隆港航界七大工会理事长来访 表达对四街东夷案的忧心 将冲击产业经济与在地就业 市长谢国良表示他非常重视 也强调四街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影响到基隆的经济命脉 对于基隆港航界相关工会理事长 提出对四街东夷案的忧心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港航界今天总动员表达意见 提出对四街东夷案造成的影响与看法 他非常重视 一定会支持四街公投 让各界了解基隆的民意 非常感谢今天航港界的先进长辈 都过来市政府拜访表达 他们对于四街可能对于航港圈的一个产业影响的问题 那市政府也非常的关心 然后市民朋友非常关心 那我们会听取航港界的先进给我们的意见 虽然我们之前也都有讨论过 那我觉得现在有两块了 就是说四街的发展不能够去影响到航港跟基隆市的经济命脉 因为大家都知道航港界他们所带来的这些就业跟业务 对于基隆市民 对于整个基隆市的产业经济 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命脉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会听从航港界给我们的建议 针对于四街我们依然表达说 人民是有权利公投的 而且市政府也会针对环保跟安全的问题会详加审查 那我们会跟这个航港界的朋友 好好一起来讨论 这个如何让整个四街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不可以一定不可以影响到航港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业务 跟民众跟企业的权益 基隆港攸关整个港行产业发展与民众在地就业的问题 谢国良表示他会慎重的来处理这个议题 发展的四街的结果就是 航港界的产业经济会大受影响 也表示我们的就业也会大受影响 那这一点是市府没办法去承受的 所以我们会以基隆市的就业 还有基隆市的产业发展 现在产业发展航港已经有一些外移了 我们要把它剩下来的要来维持住 已经要很努力了 更何况是如果发展了四街 会将航港界未来的这个产业来掏空的话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努力 维持住我们的产业命脉 那今天就是来讨论这个 这方面的议题 那我们也会最认真的态度去看待航港界 给我们的建议 那我们会好好针对四街这个议题跟政策 做基隆市府该做的事 期待中央与地方能够运用智慧 以人民的福祉为基础 就经济发展与用电需求 运用智慧来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个月四号 金融市有一名身障朋友 自己坐电动轮椅 在新二路要搭公车 却遭到司机 已没有陪伴者及车上客满围油聚载 金融市政府接获申诉 展开调查公布影像 强调这名司机聚载身障者 将依照规定 经过仔细调查后 将在一周内寄出陈楚 下入公车站牌前 公车来了 但这名坐轮椅的伸障者 却不能上车 当下司机以没有同行者为由 拒绝让他上车 听到是坐电动轮椅 又告知车上已经挤满民众 这起公车聚载乘客事件 发生在4号傍晚 事发地点在金融医院站牌前 一名伸障者要搭乘公车 就这样遭到拒绝 政府之后收到了投诉 这个是我们要深切检讨的地方 也因为这种事件 代表我们公车处 像我们的乘客朋友 表示这个歉意 那这个部分 电动轮履 它是可以自行来控制 是可以 以这个公车的一个低电板公车 它可以上下这个公车 所以它不用这个陪伴者 那司机对这个部分的这个认知 有落差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来督导 那以后也会加强这个部分的这个教育 师傅接获申诉 主动追查 召开检讨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有人以需求民众先上车 再开放一般民众 但明显他没有做这样的处置 所以导致说 现在如今 这个公车内部 它是属于客满的状态 这是不太正确的 所以说公车处这边也认定说 其实这个灵性的驾驶员 他在这个服务上面 确实是有相关的一个疏失 应当是兼具包容与尊重 每一位基隆市民朋友 特别是有这些身上需求的朋友 我们要特别的关注 我们绝对无法默视 忽视这一类事件的发生 因此我们市府将在这一周之内 来进行相关的惩处 并且加强公车驾驶的一个宣导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的上演 其实一般司机遇到坐轮椅者 要先让行动不变者 优先上车 显然这位司机程序上出了问题 而其他司机也说 低底盘公车遇到坐轮椅乘客 只要搬出镀板 外接装上 其实过程不用一分钟 就是摆这个镀板 镀板拿下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这边有一个卡榫 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榫 然后把它连接这个卡榫的部分 然后按上去就这样 此外公车上也会有 轮椅族专属的伸脏空间 胜甫弗强调 伸脏朋友已经是相对的弱势 市府无法坐视不管 将在一周内对此事进行惩处 也会加强每位司机的宣导再教育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导 住户数不少的国阳大地社区后车停 长期被民众诟病罚站停车 风吹雨淋等 市议员林培翔办理会刊 整合各单位 预计在年中前 要给等车的民众完善的后车环境 采访当下随时都有民众在国阳大地社区后车站等车 奈奈通勤族都纷纷诉说心声 想要有个遮风避雨 和可以坐下来等待的后车环境 勤走基层的市议员林培翔 很能感同身受 因此召集各单位办理会刊 要给民众一个优质的后车环境 这一次配翔在大五轮 我们国阳大地社区外面办了一次会刊 主要是决定要增设在国阳社区外面的后车停 配翔在路口整整站了四年 所以针对这边有关后车民众的不便 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这次配翔 连同我们新辽里的黄书云里长 还有市政府各单位 甚至公路总局以及客运公司 一起办理这次会干 主要就是希望把这个在国阳大地社区前面的后车停真的把它建起来 建起来之后 这后车停目前是规划是六平大 然后可以容纳四道到古道的国道公车路线之外 也会针对市公车路线做出一定程度的容纳 希望让我们这边国阳大地社区外面的这些后车好朋友 能够一次性的在里面等车 整合各单位预计最快年中前将给后车民众完善的后车空间 让等车的民众免受风吹雨淋之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基隆新春团败时 已经校正2024一定要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 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年轻世代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积极备战立委选举 林佩祥个人认为 如果需要办理党内初选 建议用全民调的方式最符合民意基础 冒着十大十小的雨势 持续一大早就站在各区重要路口 跟来往的汽机车驾驶人 以及民众请安问号 并且在各区显眼的重要地点 树立大型看板 积极的行动就是为了回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基隆新春团败时 校正2024一定要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的喊话 我们是在继续努力继续炸根 最后我们团结努力 基隆我们一定要把立委这个席事赢回来好不好 好 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年轻世代也是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挟带连续两届安乐区市议员最高票的实力 积极备占立委选举 扩大服务 当仁不让 情能补着 又有另外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的 叫做天道酬勤 那佩祥身为国民党的议员 上次朱主席听的 朱主席所讲的 我一字一句都有听进去 不过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现任的立委 立委席次不在自家人手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别人更努力 更拼命 更展现出我们的决心 而这不是只有蓝的决心 而是全基隆市市民最基层的声音的决心 所以佩祥当然不会缺席 也会尽全力 尽最大的努力去走遍西区 去拜访所有人 所有我们的乡亲 尽全力 然后未来争取和扩大服务的机会 林佩祥认为国民党提名的立委人选 最有可能对上的是民进党现任立委 尊重党的提名机制 如果万一需要办理党内立委初选 用全民调的方式才最符合民意基础 我甚至认为党内初选是个比较好的机制 因为只有党内初选之后 所出来的人选 大家愿赌服输 一致支持这个人选 那或许这样我们会避免实质上的分裂 如果只是协调 那有些时候或许没有办法 去达造实质上的团结 所以我个人如果协调不成 有党内初选 我一定党内初选参选到底 有提过因为我们是挑战现任的立委席次 现任的立委是执政党 民进党的席次 所以我会认为推出一个最好的人选 最有战斗力的人选 来挑战现任立委 那是最恰当的 因此我认为全民调是无庸置疑的 而且从各区不只是基隆 各地区包括台北 包括苗栗 包括新竹 很多地方他们的党内初选 是加上党员投票之后 反而造成很多裂痕 像是某某人不支持我 跑去支持别人 那之后我对这个人 可能心里不太舒服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避免 这样的状况 让一次性的全民调初选 来决定 谁是最强的挑战者 林佩祥强强调 面对民进党现任立委的实力 国民党也必须选出最强人选 才能在2024一决高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七度国校最近新购了一批卡车头 儿童电动玩具车 还规划了考驾照的类场地 让孩子亲手上路考驾照 创新的学习风式趣味十足 红灯亭 绿灯行 孩子们开着遥控大卡车 跟着球场的路线绕行 要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让我更认识交通号字 真的很厉害 汇车也难不倒 最后校长还亲自颁发驾照 充满创意的交通安全教学法 让人印象深刻 好玩 因为我没有自己开过车 我可以体验 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开车很简单 可是我们要理让行人 是很重要 我们学校在去年度 是接受中央的交通安全的一个访式 那我们其中委员也建议到说 是不是还有更创新的一个方式 让小朋友对于交通安全 能够更加的用有趣的方式来进行 那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处 他寄注的就是我们 让我们可以真的去买 这样最夯的 我们现在最夯的 这一个真实的小车 让小朋友 他们可以从2D的学习 进到3D的学习 那事实也证明 小朋友可以透过 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更提升他们学习的兴趣 那让他们很愿意 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而且都非常的嗨 这个呢 更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效果 能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真的好有趣 孩子们从游戏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拥有自我保护能力 成功让交通安全教育从小扎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兼容港西连外道路 光华桥入口 发生了一起货柜车 翻覆意外 索性驾驶及时爬出脱困 没有大碍 由于意外发生真正原因 能带调查 警方呼吁 这个路段有大货车及小货车 专用到驾驶人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 四步现场 四尺的货柜 整个翻转90度 而货柜车车头经过挤压 前轮翘起 倾斜45度 金庸市消防局获报 港西街连外道路 光华桥入口 6号发生 连接车翻车意外 紧销抵达现场前 驾驶一度 受困车内 有关金庸市中山路货柜车翻覆一事 本所同仁到达现场后 随即交通管制维持市民交通安全 该案驾驶人自行脱扣后 经消防局同仁减伤后 警卫左手擦舱无声明 前案相关造势原因 由基隆市交通对后续处理 所幸驾驶最后自行脱困 而事发地点在西岸连外道路 光华桥一带 大型重车居多 路段有规划 大型货柜车专用道 民众经过要特别注意 记者黄绍鸣鸣鸣报导 基隆有一名男子 开着市价360万的保时捷 去住饭店 结果爱车被偷了 但他却过了13天才去报案 并且立刻申请保险理赔 警方追查发现 偷车贼竟然是车主的好朋友 他们两人自抖自演 实在不可取 黑色保时捷上了脱吊车 准备再回京洋市警察局 原来这辆价值300多万元的保时捷 被主人拿来炸宝 画面中 黑色保时捷紧贴在白色轿车后 开出了停车场 接着一路离开 随后车主向警方报案 自己的爱车失窃了 本分局去年底受理保险公司报案 那报称一个车主 申请保时捷跑车失窃理赔 那已有炸宝情势 那警察车主失窃后 隔了第13天才报案 原来这名车主 在111年9月报案 表示自己在旅馆住宿时 停在停车场的保时捷被偷 但他足足隔了13天才报案 并且报案3天后 立刻申请理赔 277万元 报案的时候神色自落 完全没有失窃名车的焦虑 非常可疑 那经过扩大的调略建制器 发现保时捷跑车 是以紧跟前车的方式 死离停车场 所以没有车辆出厂进入 保险公司发现案情不单纯 向警方报案 警方调查 发现是一名戴着余夫帽 口罩和帽踢的男子偷走 清查身份 偷车贼竟然是车主的朋友 并且查出车主的一名友人 将保时捷跑车开到屏东县常立 那经于昨天 辞搜索票 致嫌疑人住处搜索 那查扣作案用衣物 并且突破新房 那在屏东县巡回 失窃的名贵保时捷跑车 那并雇用脱胶车 千里条条南下屏东 将车辆运回基隆 警方事后追查 发现这辆保时捷 被朋友一路开到高雄 再转往屏东东港开了420公里远 常在一间车行 警方最后拆穿了车主和朋友的谎言 最后成功在屏东东港找到 开上脱掉车运回基隆 车主和朋友因为触犯 扎机窃盗和伪造文书 然而都被依法送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宽威23年重返台北市 举办的台湾灯会 2月5号起正式开幕 四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民众 前往赏灯 除了主灯区外 台北市12个行政区灯区 也各自精彩 其中南港灯区就结合了 科技以光雕投影呈现 配合北流无围墙博物馆计划 不但动感十足 还深具环保效果 高亮度投影 渐渐融合雨季 校正及动画制作的声光特效 台北市南港灯会打破传统灯翼的做法 以光雕投影在北流文化馆建筑墙面上呈现欢乐活泼的元宵气氛 结合科技技术的光雕投影 不但在活动结束后 不会遗留实体灯具 将废弃物降到最低 具有环保效果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南基地文化馆前广场 无光害的环境投射 效果十足 连来往人车都能欣赏 其实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后面 我们这次就是考量环保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用定时定点的投影光雕秀 来呈现这次灯节快乐气氛 来展现我们港洞兔兔闪耀北流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是希望市民在这个优雅的环境里面 随时可以欣赏这个结合科技跟艺术 还有各种深光色设计的一个饗宴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北流这个优雅的环境 大家可以漫步在夜间 享受这美丽的元宵佳节 我们希望灯会过后 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材质要需要去处理 因为实体灯区你总是有一些实体灯 那就会变怎么处理 常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一方面还有就是北流这个环境 刚好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这个地方呈现光雕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地区 然后让市民无论是经过中宵东路 或市民大了两道的时候 都可以欣赏到这个定点的影像 酷炫的光雕投影 内容更浓露了南港人气景点与重点建设 展现南港的人文与自然环境 它除了设计这个音乐跟这个动画以外 它也会把我们南港 比如说像北流我们的茶山 还有我们现在东区门户 几个特别设计出来的地标都有放进去 所以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来这边玩的时候 也能够观赏我们这块影片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南港 这样最近蓬勃发展的特色 除了每晚六点到十点定时播放的元宵光雕秀外 广场两侧的行道处也挂上了闪闪灯视 营造浪漫氛围 让民众悠闲散步赏景 感受南港迈向新世纪的活力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